超越南米境界,SDTR能量方塊突弱,健康從細胞開始 我的事務所,主持劉遠芬 好了,來到這半小時的時間,當然先請嘉賓出來 包括了由SDTR的執行董事Joliana Hello,Joliana,你好 Hello,你好,大家好 還有你們的研究部的主管 黃曉德,Bossy,Bossy,你好 Hello,大家好 Bossy,還有Joliana,你有沒有發覺 這幾天開始熱很多 如果我們說戴口罩,我們在聊天的時候都會說 不覺不覺呢?說真的,我們戴口罩都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你說比較涼爽的天氣,舒服一點 但當天氣熱得那麼緊要,戴口罩真的很熱 所以有什麼可以提醒大家 甚至乎你們這一輪戴口罩,有沒有覺得真的辛苦了? 辛苦了,加上其實現在很多人都開始上班 真的要上班 對,真的要上班 基本上很多人由7點、8點開始戴到晚上8、9點 十幾小時內,不斷戴著口罩 其實我聽很多朋友說,皮膚差了就一定 必然的 而且容易累很多 因為我們一路噴出來都是自己的濕氣 和肺炎發生 其實你越熱,噴出來的肺炎是越多 加上還有很多細菌 很多人都覺得,好像比以前的感覺更容易病 是 博士,你怎樣去熬過這些階段 這些都是真的熱的 對,其實我都是盡量出少一點外面 不出外面就不用戴口罩 另外,其實我都是用多些噴噴在口罩 讓它裡面吸收,例如多些芽葉成分的噴噴 讓細胞的大氧量可以提高 因為你剛才說過,就是一些天然健康的產品 特別是天然健康的產品 其實你們所有東西都不是吃的 所有東西都是噴噴、桌、茶為主 剛才你說的,我覺得可以不妨看看聽眾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天然成分 其實希望能夠透過沒有化過污染 沒有任何特別的製造 希望盡量提取最好的精華 就是剛才你說的芽葉 其實以前在我們節目中也有說過 有,其實我們一千多天都做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測試 我們就拿了一些紅細胞出來 即是你說的紅血球 對,我們是顯微鏡下體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長期吃素 我的紅細胞是比較圓些 顯微鏡下體也會走得快些 即是一段時間我沒有看過 我戴了口罩都這麼久 不妨看看,博士有沒有藥在 但我發現自己也挺惡然的 是穿連的 即是搭在一起,活力不夠 而且血氧氣的程度挺高 所以原來我也有這樣的情況 即使吃素也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本身就馬上噴回我們的活力噴噴 噴完之後15分鐘 我看了10分鐘和15分鐘的兩個時間 10分鐘不是很大的變化 15分鐘,博士看到之後都說了一聲 是看到我們的紅細胞是軟 還有那個流動性很快 博士有沒有做這個檢查? 我幫他們做 你訓練他們,等他們幫你做 遲些也做一個 可能我在影片再展示給大家看 其實挺有趣的 對呀 對呀 剛才說過 我們經常都會說 有時人都會很容易累 真的很容易累 你說是home office也好 或者其實是身心 我最近都跟朋友說 生意不好是必然的了 即大部份的人 除非有些特殊的 健康醫療產品、口罩 較早前的護理用品 稍為會好些之外 一般來說都會差了 早一天我遇到一個朋友 他做飲食業 我去了他的店裡吃飯 原來他生了14天 我都不知道 他一開始 剛剛我去那天 就是去開兩天 我見到全場均勢是7點多晚上 我想10台都不夠 但他的地方是有3000呎的 所以感覺到身心很疲累 如果你說遇到這些問題 有時可能自己除了休息之外 都借助一下 剛才我們說的一些外力 如果可以的話 就借助一下一些外力 你有鼻敏感也好 你說有什麼濕疹 剛才剛才說的 呼吸道不太暢順 他有一些天然的產品 你不妨可以去嘗試一下 這個是不是你喜歡的 一個味道 還有這個成分 就了解多些 對 所以成分也了解多些 沒錯 博士 因為我們一年三個禮拜 我們不是跟聽眾說 會做一個體溫測試的遊戲 對 這麼快就到第三個禮拜 沒錯 一會還會說多一個提示 是說有關這個能夠增加體溫的方法 為什麼要增加呢 你先介紹一下 好嗎 講多些 已經人家報名的了 那些聽眾不用報名的了 不過我們待會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我們去到哪個地方 我都看到人家拿一支噴噴槍來射一下人家 你幾度啊 第一次有個同事說 我射了三次才准人門口 因為三次都在三十八度 到第四次就不是了 我說這樣啊 這麼有趣的 發覺我真的沒有不舒服 但無論怎樣 可能一些特殊的案例 但我們就說 希望鼓勵人們明白到 那個體溫呢 在一個合適的體溫底下 其實對我們打仗 對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是嗎 其實如果在36.5度至37.5度之間 都是一個正常的體溫來的 那你那個免疫系統那些 都可以進入了一個 較為戒備的狀態 有準備的了 如果真的有外物 或者細菌 或者病毒那些 再加少少刺激 溫度 可能去到38度 有少少的發燒 那個免疫力 就可以再增加5至6倍 如果在剛才我說的 例如37.5度 加多1度 那個免疫力就會增加5至6倍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發燒 是一個很重要的症狀 就是因為它開始在打仗 為什麼它要打仗呢 因為有外敵 所以為什麼體溫 要量體溫是這麼重要 但是你能否說 我們大部分的體溫 我自己也是 每次我都過不了36度 有一次最厲害的 是36度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35度 35度多 我覺得自己也有些運動了 但是體溫 整天都是一個 不是很標準的狀態 所以我們就設定了一個遊戲 主要是以王小德博士的體溫 作為一個大家的準則 但是你不知道它有多少 不知道的 你趴近它 越近它的體溫 你就會贏到機會越高 但是過去這三個星期 就給大家提示 如何提升體溫 剛才也說過 這已經是最後一個星期 是的 當然 我的體溫是 到最後我才會公佈給大家 等大家不能說 出貓 知道怎樣玩的朋友 已經在玩的朋友 已經在做這件事 是的 當然 剛才我們剛剛說 今天我們都會介紹一些 天然的產品 或者那些成份 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們講得最多 在節目裡面 是幾件事 鼻敏感 濕疹 甚至乎我們經常都會講 一些斑式斑的問題 但你說鼻敏感 因為現在都在轉軌 你覺得情況是多了很多 是的 多了很多 尤其是 現在好一點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不用上學 可能就沒那麼早起床 因為早上氣溫的變化 特別大 剛剛睡醒 聽說 小朋友比較早 但是很多大人 反而是嚴重了 因為戴了口罩 戴了口罩 反而他們覺得情況差了 因為口罩來說 始終裡面都有一些味道 嗯 還有那些微粒的 對 很多碎碎的 很有趣的 那個感覺 我見到很多朋友戴完之後 第一次戴了 戴了 因為那些味道 還有那些碎碎 大人那個 其實這件事 會影響到 不單止 人家會怕了 第二件事 就是會怕免疫力 因為太活動了 是 怕他太過抗份 是的 OK 一回來我們會繼續說一下 我們希望每個星期 有少許時間 都會介紹一些 不同的天然成分 其實針對很多 我們身體的一些 不是用藥 經常都用藥去解決的問題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處理鼻敏感 有很多專家都介紹 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就會主力 講一些 天然的成分的方法 是 要大家有興趣的 千萬不要走開 還有我覺得如果你有些 鼻敏感的問題 濕疹或其他皮膚方面 都用了很多不同的西藥 或者可能用了中油多段很長的時間 你想了解多些 有些天然成分的 是噴的 或者是外查的 有什麼較好的 或者是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你想問多些 了解多些 可以先打電話一下 1834104 1834104 我想想一下自己繼續 又是CG的兩位朋友 包括了 曾經說 很多朋友 就是Juliana 還有他們的研究部 主管就是黃小德博士 博士 博士 我們一會先給提示 如何增強體溫 但我很想 很簡單地說 其實說到鼻敏感 老實實 都真的有一個原理 還有說到這些概念上 有什麼對應的方法 其實最重要 我們上次都說過 也是肥大細胞 在鼻敏感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會刺激到肥大細胞 包括口罩 口罩裡面很多碎碎 可能有些毛毛 甚至它的原材料 叫Polypropylene 這些原材料來的 其實都是一些塑膠 提煉出來的原材料 都會刺激到肥大細胞 另外氣溫的突然轉變 甚至有一個概念 就是睡眠周期 即是睡眠的時間 是的 我們的下休腦 其實是控制著 我們的睡眠周期 什麼眼睛轉動期 那些 而每一個細胞裡面 其實它自己都有一個 叫做Pyological Clock 即是一個生理時中的東西 而這個肥大細胞 其實它會去到一些 早上的時候 它都會分泌多了這個組織 即是Histamine 因為Histamine 原來它是可以令我們 精神了 醒了一些 其實它都會刺激到 血液流動快了 血管又會膨脹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說 早上的時候 我會打幾個大黑痴 即是跟這個 那個反應有關 那一刻 那個敏感反應會更厲害 還有我們講 有關鼻敏感 老實講 以前我們在節目中 經常都會說 或者不同的節目 香港的鼻敏感的人 都是很多 以往可能有些人 以為只是打一次 流鼻水 這個才是鼻敏感症狀 什麼鼻水倒流 你的臭角 沒有那麼靈敏 其實都是一些 鼻敏感的症狀 是的 甚至乎很多時候 會影響到喉嚨肝 還有喉嚨痕 當然我們也會說 為什麼經常都會介紹 一些天然成分 因為我見到很多人 都會噴鼻、洗鼻 有些都是一些生理鹽水 但問題就是 有些方法 不用太複雜 譬如我自己 經常都會用到 鼻書靈的部分 都是噴在鼻的表面 還有噴在喉嚨的位置 為什麼它有這樣的滲透 現在多了很多 是用噴模式的 在坊間 以我們的噴噴為例 其實我們用了獨特的技術 將噴噴裡面的成分 變成一些很小的小份子 那些小份子 如果細胞像機場那麼大 小份子就只有乒乓波那麼小 它們就可以很容易 穿透皮膚 進入我們的細胞 去清除自由機 和修復很多細胞的功能 那些是一個什麼小份子 通常都是一些 天然植物多分類的小份子 例如在方法裡 橄欖多分 就是能量方法 對 你經常說的 我們鼻噴噴 其實最主要是乳香提取物 還有就是活力的噴噴 其實也有一個平衡免疫力的作用 這就是一個雙劍合璧的方法 剛才你說的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專門噴鼻 一個就是噴一個 我們說增強整個人的活力細胞 那個部分 增強細胞的活力 增強活力 和平衡免疫力 嗯 是 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我們經常都說 做這些增強 我們說提升他們 多些電打 多些藥 讓他們的活力好些 帶走一些自由機 除了是用噴之外 其實運動也是挺好的方法 是呀 是呀 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今天你剛剛講 我們說有第三個提示 是講運動的話 就是講怎樣增強體溫 運動是一個其中一個 不單止可以處理一下鼻敏感 原來體溫都會受到它影響 是呀 不如說第三個提升體溫的提示 這個星期 其實鼓勵大家 做大約15至30分鐘的運動 至於做什麼運動 我就不會局限大家 你可以說 你想出去跑一下步 就行 如果你覺得外面很危險 回家 還是很危險 真的慘 可以回家 即是可能做一些 sit up 或者掌上壓 其實現在在坊間很多 在網絡上 社交媒體 很多會教家居運動 但剛才你給了一個提示 就是做15至30分鐘的運動 在每天做 是嗎 是呀 要提升體溫的話 其實是一個幸常的運動 是的 但另外那兩個提示 可不可以簡單多說一次 始終可能有些人會 會忘記了 忘記了之前那些 或者他們不適合做運動 可能有其他的疾病 例如貧血那些人士 他們不做運動 可以用回之前那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喝一些有咖啡因的飲品 盡量低糖 是 可能咖啡還是茶 不過這個也是要小心 很多時候 你知道我們不會說一件事 總會有它好 還有它要留心的地方 對 還有呢 第二個就是吃一些 含有以下香料的食物 包括可能有薑 黃薑 辣椒 咖喱 蒜蓉 或者是洋蔥 這個也是提升的 可以增強細胞的新陳代謝 其實博士只是提醒大家 她拋磚引玉 Jelena 是不是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到 一來就是增強自己的體溫 其實如果不是有這些噴射 瞭解一下 一槍打過來 看看你的體溫有多高 從來都不知道自己原來的體溫 都不是一個正常人的體溫 可能是比較低 跟我們可能坐得冷氣多 不太動 可能會有些關係 如果要跟那個免疫力 即時可以發揮作用的話 原來體溫是一個合適 例如36.5到37.5度之間是一個比較好的體溫水平 當然,我們接下來會在社交平台上教聽眾做運動 而且是一個挑戰 是一個挑戰,下星期可以參與這個比賽 我們下星期的節目 如果大家對於有關天然成份的產品 無論是針對濕疹或鼻敏感的問題 或是跟色斑皮膚有關 想問一下你的皮膚的問題可否透過產品改善 多點打電話熱線1834104 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談 好嗎? 好,拜拜 拜拜 熱線電話1834104 健康從細胞開始 帶你認識自己的皮膚 由內到外改善肌膚狀況 過馬太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